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前几次自从我出了谷歌的关键字广告投放的教学和谷歌展示广告的投放教学以后 很多的粉丝和小伙伴都跟我说 他们用了以后真觉得是非常有用和非常受益的 所以今天我继续给大家提供一些干货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如何投放Gmail的广告 我们符合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 Let's go 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首先我要跟大家看一下什么是Gmail广告 首先大家进到我们的Gmail信箱里 你可以看到有三个Tap 一个是Permary 主要的一个是Social一个是Promotion 基本上你在这个里面是看不到任何广告 只有在Social跟Promotion这两个里面才能看到Gmail的广告 然后Gmail广告都会显示在最上面这两个 如果你去看Social的话也是一样 如果你看这边的话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都会有两个不同的广告在上面 这个是电脑版的 如果你是在自己的电脑上面看的 或者是自己的Laptop上面看的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显示 那如果你是在手机上看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你会看到这下面全是你的这些邮件 对吧 但是在最上面有个小黄字写的AD 中文的话就应该写的是广告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这是一个Gmail广告 大家应该在自己的邮箱里面会经常收到这种广告 ok跟大家一开始讲一下 这个广告是呈现什么样一个样子 那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最近在做一些很大的促销 或者是在做一些很好的折扣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开始做一些Email的广告 因为Email广告的话 在一般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 比如说美国加拿大英国这种地方 还是Email为主 基本上手机看的比较少 不管他是在网上今天购买东西 还是怎么样都是Email来往 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也是每一天 最少看一次Email这样子 虽然看的手机的次数没这么多 但是Email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络工具 你看这边我会被两个Email广告 target到 一个PiperDine Online MBA 它是一个学校 他让我去上MBA 他可能是觉得我会比较喜爱学习 所以他target到我的 开个玩笑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target到我的 所以点进来了以后 你能看到这边是一个Online MBA 它这是一个subtitle 主题是这样的 然后你跟一般的Email不同的是 你他会在右边 这边有一个Ad 一个广告这样一个标志 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广告 进来了以后 基本上都是一个以图文形式呈现的一个东西 你看这边的话 就是一个图片 上面有广告标语对吧 然后底下有一些文字的广告标语解释 然后这边有一个Learn more行动号召 对吧 call reaction 他让你马上点这个东西 别人看了广告以后可能不知道要干嘛 对吧 他会告诉你这边可以了解更多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Gmail的广告了 那我们下来再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这个是一个consulting的一个东西 看他这个广告就没有做的太好 我个人觉得 因为他只给了一个图片 然后他说losing money with google ads 这个应该是一个consulting 就是一个顾问的agency 可能就是一个广告推广公司 如果你现在投放一些谷歌广告 你效果不是很好 你就联系他们 他们会帮助你提升广告的转化率 但是它只是一幅图 它没有任何文字和任何的行动号召在上面 所以我不觉得它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广告 话说回来 OK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形式来呈现广告 那在这边你能看到 这边是谁发的广告对不对 我们的sender是谁 谁发的这个信息 然后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的主题 主题是什么 然后后边的话 就是一些它的广告语的一些内容了 在这边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呈现方式 那我们下来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google ads里面 怎样去设置和创建这样的广告 大家欢迎回来 我们现在又到了我们的google ads里面 google ads的主页了 这边的话还是要有中文的界面 如果喜欢看中文的朋友 可以直接把它调成中文 这边的话 首先要两点大家在做之前 一个是conversions 一个你要创建自己的conversion 为什么要创建自己conversion 怎么样创建 我在之前的谷歌的广告投放教学里面 已经教了大家怎么样去创建转化率了 如果没有看到 可以回顾一下之前的教学影片 我们的目的 为什么要创建conversion 就是说我们要把图片展示的广告 和我们搜索关键字的广告 和我们Gmail的广告的转化要分开 所以这样的话 才有利于你之后更好的做数据分析 你知道有多少人是通过你的图片展示广告 进行了转化 有多少人是进行关键字 有多少人是看了你的Gmail的进行转化 然后根据你的效果不同 你到之后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预算 对吧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创建一个自己的转化 是只针对Gmail的广告投放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Link account这边 你要把你的谷歌分析 Google analytics 连接到你的上面 之前我也讲过怎么连接了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之前的教学看一下 OK这样两个连接好了以后 我们这边就开始创建新的广告 对吧 创建新的campaign 点加号 OK New campaign 这个时候 不管是sales还是leads 这边你就看你想用哪一个 我这边还是现在用我之前一直做的汉堡店 来做leads 所以我们选的是leads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有search shopping video smart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的Gmail 其实是在展示广告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还是点展示广告 这边的话 我们之前做图片展示广告的时候 就点的是这个 Standard display campaign 这个时候我们要点Gmail campaign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Gmail 这是不同的一点 这边的话你可以放自己的网站 也可以不放 都可以 如果你放自己的网站的话 谷歌会自己扫描你的网站 然后根据你的网站 找出一些关键词来给你提供参考 这边的话 你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其实都可以 这不是一个避典的项目 OK进来了以后 这里我们就开始要起一个我们的广告的名字了 对吧 我们叫餐厅邮件广告 这个时候我们一看我不知道 OK这是我们邮件广告 对吧这个名字我们首先要跟其他不一样 要分别出来 这个时候就是要看 如果你今天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地域限制的话 你就可以说我投放全美国乃至于全世界 或者是美国加拿大都可以 如果你有location的话 比如说我这个餐厅是一个实体 对吧 我肯定投放全美国没有意义 对不对 我肯定是投放location 对吧 OK 所以我这边投放洛杉矶整个20 mile的所有的人 OK 然后点save location option出来了以后 点这个 就是说一般的人在这个区域里面才会被target到 如果他不在的话 他不会被target到 对吧 不会被投放到 为什么我们不选这个呢 他说如果有人对你的这个区域有兴趣的话 也会被投放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 有可能这个人他现在不在这个区域 但是他只是对这个区域有兴趣 他也会被投放到 这个就没有意义 因为针对实体店来讲 其实真的我们要说让你来我们才有意义 对不对 如果你是针对我这个东西 这个区域有兴趣 但是你不在这个区域 来我这个餐厅里面就餐的机会也不是很大 所以我不想浪费这方面的预算 对吧 所以我们就选这个会比较合适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没有任何一个地域限制 地域限制不强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个 那下面的话也是一样道理 选择这个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 language 这个就是之前也讲过很多遍 就是说你想投放什么样的人群 你就可以全部投放 对我的行业来说 其实我不在乎什么样的人来吃 所以我会把这个变成all language 这边的话到一个竞价的这边了 这边的话 然后这个的话 就会变成conversion不变 然后manually set bits 这个也不变 pay for clicks 就是我们说点击 就是说每个人点击我们的广告的话 他就会charge我们 他又会收我们的钱 这个策略 所以我在之前做图片展示广告和关键字 司法广告的时候 我已经细讲了这个部分 所以在这里面我就不讲了 策略都是一样的 那这边的话 budget 就是看你每天的budget是有多少了 预算是有多少 你可以放五刀 放十刀都可以 没有关系 我们再往下看 这边additional setting 这个之前我也讲过了 什么all day 要run你的campaign 什么时间 在哪些手机上在跑 然后转化 这些东西也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去设置的 我觉得就是一般来说 让他放成这样 其实就可以了 唯一一个不同的是 你要在这边注意你的转化 如果你有特意创建你的转化 给你的Gmail的话 这个时候要换成你的转化就可以了 其他的东西我建议都是不要动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 比如说我签了一个iGroup 这个iGroup名字尽量建成就是说 你现在在做的促销活动的名字 比如说 比如说我现在想说我有个活动 卖汉堡 汉堡我有个汉堡套餐 我卖这个我就五折 对吧 五折我要打五折 这个就是我的东西 所以你在看iGroup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广告是给汉堡五折做过 因为你这个东西不一定永远在做 你可能做一个月就不做了 对不对 你一看你就知道 iGroup是给哪一个促销在做的 这边的话 keyword的话 如果你有任何想target的一些关键字 你可以把关键字放在这里也可以 那把你的网站放在这里 他会自动减缩你的网站 然后给你一些数据关键字来参考 或者是你把你的行业打在这里面 他也会给你一些关键字来进行参考 那这边audience来讲的话 之前我也讲过了 就是说 remarketing 就是说已经来过你的网站 或者是已经在你的投放名单上的这些人 不是第一次了解你这个餐厅的人 个人觉得这个里面的人群是最容易被转化的 下来是 in market live event 还有custom intended 这个audience 这个是比较容易被转化的 这两个我觉得就是比较广了 不一定转化的是很好的 所以你在这边的话 你可能要把 remarketing人选上 然后这边的话 你在这边可以选一些比如说food 对吧这些对food有兴趣的人 对不对 这边的话你可以再更细致一点 比如说整个food跟dining 你都可以选择 对吧 你这样的话 这个人群就比较广了 然后下来的话demographic的话 你这边看你的性质 我如果今天是一个餐厅的话 我觉得蓝军脑少都无所谓 对吧 我想tary全部的人 然后在这边的话 你能看到整个展示次数 应该是3.5个million 就是350次 那你应该大概知道 你这个广告的话 你会投放给大概多少个人 这样子 然后这边的话 它有个automated targeting 这个就是说 第一个是no automated targeting 一个是conservative automation 一个是aggressive automation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除了找的这群 这些投放的人以外 Google会自动帮你找一些 相像的一群人去进行投放 来进行转化 那也有可能是你比较容易 去转化的一个人群 这个时候 我们这三个选项要怎么选呢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预算比较少的话 就点这个就可以了 如果你今天预算比较多的话 就点这个 如果你今天预算不少也不是很多的话 就是说conservative就可以了 就是说比较保守的来做这个东西 我一般都是放这个 所以基本上放这个就是可以的 下来的话 这个cpcbit就是竞价了 竞价的话 我个人建议的就是说 开始你先放个高一点的 我个人觉得可能放六毛钱可以 六毛钱可以 现在它跑两三天之后 你再看你的average是多少 六毛钱肯定是够的 average是多少 再根据你的average来调这个数字 然后每星期基本上都看一次 来调一下这个数字 把你的预算降到最低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要把我们的竞价调到越低越好 下来就是要创建我们的广告了 这个时候我们点我们的new ad 新的广告点这个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点upload gmail ad OK 这个时候它会给你两个选项 一个是image ad 一个是html ad 这个我个人从来没有用过 所以我一般都是用这个 这边上传我们的图片了 对吧 这边的话你可以把你的这个 餐厅的名字打这边 主题 description对吧 display url final url 都可以打到这里 都可以打到这里 然后这边我们还可以加我们的 这个餐厅的logo 餐厅的logo 那我现在把这些数据都填一下 都填一下 OK 我现在这边把我business name 我们的主题 我们的描述 然后网站和最后导向的网站 都放在这边了 这现在是我们的logo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图片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手机上看的话 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在电脑上面看的话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点进去了以后 就是一张照片 然后如果别人点照片的话 就可以到我放的 final url 这个网站上面进行转化了 这个图片当然 放一些广告的标语在上面 对吧 包括下面行动号召 那种按钮也得有 让我们一般客户在看的时候 就是说让他知道要点哪里才对 明确的要告诉他让他点哪里 这样就OK了 OK 好了以后我们这边的话 把它加到这个add to add group里面 如果这个时候 你还有另外一个广告的话 想再做另外一个广告的话 继续再加另外一个广告 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对汉堡的promotion 有一个对披萨的promotion 对吧 你可以再另外一个再加一个披萨的 对吧 都可以 然后如果你想复制这个的话 你就点击这个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把它删掉的话 点击这个就可以 好了以后点这个create campaign 就OK了 OK 点击这个annual以后 他会告诉你 Congratulations Your campaign is ready 就说我们全部已经设置好了 OK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的Gmail的广告投放 全部设置好了 一般给48小时 他们审核过了以后 我们的这个Gmail 就是已经在投放了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 今天的视频 对你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记得在屏幕下方 给我点一个赞 千万不要吝啬你的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马上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有更好更实用的干货 陆续的推出给大家 记得打开那个小银铛 所以你不会错过我任何新的视频 那希望今天的所有的内容和教训呢 在你的生意场上面 或者是在你平时做广告推广的上面呢 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想了解其他之前 我所有的谷歌广告 或者是Facebook广告的话 点这边这两个视频 就可以看到 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拜拜